美国众议员同时也是外交委员会主席 麦考尔率团抵台 这也是总统赖兴德上任后 接见的第一个美国访团 更有众议员拿出来销 2020年出访美国华盛顿的合照 让赖总统超惊喜 未来新政府将秉持四个支持 并积极落实和平四大这处行动方案 与美国集理念向进国家 持续加深合作 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美国访团5月26到5月30 在台期间除了拜会赖清德肖美琴 也会接受外交部长林嘉隆款业 跟国安外交新任团队 就台美关系以及区域情势 重要议题交换意见 抵台时间点恰好就在中共结束 环台军演后 再加上美国总统拜登 日前在西点军校致辞第五度表态 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更承诺愿使用武力保护盟友 但中共在环台军演后持续扰乱台海周边 国防部公布26到27日解放军 中共派出共机二十一架刺 共建十一艘刺 还有四艘海警船 面对中国不断挑衅 台湾如何跟国际盟友合作 恐怕并非国民党立委嘴上说说 就能解套 三立新闻 黄泉门 热门局小组推报导